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很榮幸有機會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也先稍微說一下 這麼多人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自己也得坦誠 我其實對PHP可能稍微還真的是外行 所以我稍微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今天這個議題 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什麼 就是其實大會邀請我是今年2月的時候 也如同剛剛跟大家講 我其實不是一個PHP工程師 雖然我自己有在建一個部落格 可是其中裡頭很多的技術的細節 我其實自己是不太懂 我自己的本業其實是一個PM 做專案管理 那2月大會來聯絡我的時候 我其實想到一件事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Facebook 常常看到一篇文章被人家轉載 那個文章是什麼呢 是一個工程師抱怨PM 他說這個PM其實是 他覺得是專案的一個殺手 他覺得如果沒有PM 他的專案可以更順利 可以更棒 當然我自己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在這一行做那麼多年 我覺得其實這兩個角色都很重要 對一個專案的順利而言呢 其實彼此是相輔相成的 當然我們需要有人苦幹實幹的 把東西做出來 可是還是有一群人呢 他需要在後面去提供這個火力的支援 那這群人呢是PM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我自己這十幾年 這個工作的一些觀察 然後呢 也想來幫這個PM這個角色呢 平反平反 那在座可能有人是PM 或者將來有一天會成為PM 那可能也可以把其中我談到的一些要素呢 作為將來自己質疑的一個這個規劃的重點 那我相信呢也可以讓自己的專案 甚至將來參與的專案 將來跟你一起合作的工程師呢 都會覺得好像這個世界開始有一點不同 那所以我今天的議題呢 是關於專案管理跟創意的冰與火之爭 大家常常會覺得這兩個好像是 彼此沒辦法這個融合在一起 可是其實我們應該要想辦法融合在一起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很快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呢這個目前在經營兩間公司 一間叫世博管理顧問 一間叫回來資訊 那其實我們公司呢 這幾年主要就是focus在幫一些大的企業 像台積電啊 中油啊 捷運局啊 等等這些公司呢 去導入這個專案管理的制度跟系統 然後呢 我自己其實在寫一個部落格 可能在座有人看 有人多多少少看過 他叫專案管理生活思維 那我們其實是我跟我另外一個partner 我們一起寫 那談的其實就是呢 怎麼樣把管理的一些概念跟精神 能夠用在更有效的用在工作上面 甚至是我們的一些人生職場 兩性 甚至一些人際關係上面 那這部落格其實目前在台灣還蠻受歡迎的 那今年六月大概也突破一千萬的這個點擊率 那這個以如果是一個正妹的部落格可能很容易啦 可是一個寫管理又是兩個大叔 這其實是有一點這個 有一點這個不同的 那 好 所以呢另外一個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自己在這個2007年到2011年之間 我在這個台灣的一個文創公司 其實去幫他們做顧問 去幫他們導這個所謂的專案管理辦公室 那這個文創公司呢 下面其實有這個動畫公司 遊戲公司 那遊戲公司大概有50個人 動畫公司大概是140個人 所以裡頭當然不可避免會有PM 會有專案 那我其實就是去協助這些PM 或者甚至去帶領這些PM 去來監控這些專案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對 其實我有這麼四年的時間 非常的貼近跟更純粹的創作者 各位可能還是比較偏電腦的軟體開發 我甚至跟真正的藝術家合作過 那當然我也跟一些軟體的工作者 甚至一些硬體的工程師也合作過 那就如同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很多人確實都會覺得 PM這個角色到底有沒有它的一個存在必要性 為什麼要設定那麼多的規矩 那麼多麻煩的事情來妨礙我 對不對 如果給我一個非常自由的時間段 非常自由的空間 我好好把事情做好 我覺得我可以讓這個專案更棒 為什麼公司要放這樣的一個角色呢 來妨礙我 來妨礙我 那 所以呢 我這幾年的一個了解 有一批人 有一群人 他們其實有一個觀點 就是覺得管理者跟執行者 其實是站在一個對立的角色 覺得管理者就像這個古代奴隸的工頭一樣 拿著這個鞭子到處抽我們 這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很奇怪 那 我不可否認 在某一些單位某一些公司 某一些案子裡頭 確實有一些PM 他是走一個比較專制 比較獨斷 甚至是不跟人溝通的一個管理方式 那這確實是造成了很多案子中間 這個溝通上面的對立 彼此的不信任 彼此的這個衝突的一個起源 可是我自己這麼多年的一個專案的工作經驗 我覺得其實專案的管理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我設定的一個遊戲規則 大家就只能follow 然後呢 我拿鞭子在後面抽 那背後其實當然都有一些 他的一個這個目的跟價值 那如果我們能夠換位思考 去了解做這些事情背後的目的跟價值的話呢 或許我們會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那剛剛跟大家提到的部落格 我從2007年開始寫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開始跟這些 純的這個藝術工作者 開始一起工作 我發現其實大家對於管理這件事 有一個完全這個不一樣的思維 所以我其實就開始寫很多文章 想要來讓大家知道 到底管理背後的這個價值跟重點在哪裡 那這些文章一開始就在公司內部先是去po 然後呢 一段時間之後想說 可以貼到外面給大家看 所以慢慢慢慢這個部落格的文章 就越來越多 好 那其實起源是在這裡 那我想到了一個最有意思的一個例子 是什麼東西呢 是我們當時因為會有很多的 不管是遊戲開發也好 或者是動畫開發也好 中間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步驟跟工作 對不對 那我下面會有PM PM下面會有PA PA就是所謂 Project Assistant 專案的助理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制度 什麼制度呢 就是一個工作 假設10天 那我們可能會請PA呢 會盯著這個每個工作人員 比方每三天可能會跟隨一次 然後看看他目前的執行狀況怎麼樣 做了什麼東西出來 有沒有需要幫助的 有沒有什麼偏離方向 那其實就有一些這個當時的這個執行者 他就很反台 他會說 你們幹嘛一直來騷擾我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給我10天的時間 好好的去做 我反正東西做出來了 我就會交給你們 好 你們這個每三天來問候一次 你們這個PM太煩了 你們這群人簡直就像鬧鐘一樣 這就是一個有趣的議題了 PM真的就是一個鬧鐘嗎 他的價值就只是卡卡卡卡來 你該交東西囉 你該交東西囉 你delay囉 好 我的觀點是 絕對不只是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麼惱人 鬧鐘的事情呢 我就直接給他10天 我最後一天再來收 不就好了嗎 好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觀點呢 是什麼東西 是呢 大部分人喔 他在心理中想像的工作進度 是這樣子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10天的時間 創意 創作 程式開發 硬體開發 硬體或甚至一些其他概念的發想 需要時間嘛 你給我一個長長的一個 足夠的時間 充分的時間 10天的時間 我自己來控制啊 我每天做一點 我每天想一點 慢慢慢慢慢慢 到了10天之後 我就會把東西交給你 好 可是 這裡有一個狀況 這個曲線呢 通常指在什麼時候成立 第一個 這個事情完全是不花腦筋的 純熟工業 比方說我摺紙花 或者做一些這個家庭代工的事情 我可以一邊看電視手一邊動 那確實我的進度 它是可以呈現這樣的一個平穩的直線 隨著時間的演進 慢慢慢慢 最後趨近100% 可是呢 我們大部分需要花時間去想 去做 甚至過程中還要再思索 再退回 再整理的工作呢 其實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是所謂的學生症候群 在座有多少人聽過這個字 應該有一些 什麼是學生症候群 這其實是專案管理的一個概念 你想像一下 我們今天在學校 對不對 我們退回到學生時代 假設大家都是大學生 我是教授 我們今天上完了課 我跟大家講說 今天這個課 這個課上完了 我們今天是比方禮拜五下午 然後呢 我請大家回去交一個報告 就寫寫今天的這個感想 禮拜一的早上 寫完 放在我桌上 大家都當過學生嗎 你們會做什麼事 說 好 我們一定會準時交 不會對不對 大家會唉 說 教授不行啦 這個時間太短了 只有兩天 你剛剛講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回去整理 寫出報告 兩天不夠 對不對 至少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班都會這麼做 然後鬧了半天 教授可能就心軟啦 他就說 好吧好吧 有道理 那這樣子 禮拜三的早上 你們把這個報告寫好 一樣 交到我桌上 大家怎麼樣 歡呼 下課 回家 下一個問題 多爭取了兩天啊 非常充分 有誰回去的第一件事情 是寫報告 沒有人舉手對不對 你們不會 我也不會 大部分的你們 什麼時候會開始寫報告 禮拜二晚上 對 禮拜二晚上 我也是禮拜二晚上 而且我學生時代還更混 我禮拜二晚上 我還打電話問同學 那個教授說的報告 題目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做 對不對 所以其實大部分 我們不管有多少時間 十天也好 二十天也好 五天也好 三天也好 我們的工作的進展 比較類似這個曲線 大部分在前期的時間 我們的進度是很緩慢 對不對 我有十天的時間 第一天還好嗎 我先上上Facebook 對不對 出去跟人家聊聊天 或者是這個 喝喝點心 抽抽煙 慢慢慢慢來做 反正還有九天 絕對夠 等到第五天 第六天 哎呀來不及了 趕快開始來做 做做做做 還加班 對不對 最後好不容易 時間到 有這個鬧鐘來的時候 對不對 來吹進度的時候 哎呀你再跟我一下 我中午給你 或者是我今天晚上一定給你 我再多爭取一天 多爭取半天 多爭取兩天 有沒有發生 這個常常發生嘛 我自己 我自己是這個 執行者的時候 我也常常是這樣子 這也是我的一個 心理態度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有經驗一點的 這個管理者 他可能就會在中間 設下很多的 Milestone 甚至是就算是一個 十天的工作 他可能在中間也會設下很多的 像這邊圖上的ABC 這個小的 Milestone 我其實也不是真的說 你要把東西做出來 我就來看看你的進度 對不對 問一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會有這個好處呢 因為當我們知道我們三天後 就可能有人要來檢查的時候 somehow我會想說 我至少要做一點東西 我不能兩手一攤說 我前面兩天都在上Facebook 好 我都沒有做任何東西 我至少寫一點簡單的文件 我至少做一個簡單的發想 畫一個草圖 我做任何的事情 至少讓大家 讓這個 拿鞭子的那一群人覺得 其實你看 我有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概念其實很普通 也不是說一定你要設一個 這個里程碑 甚至是這一次的大會 他們其實也做類似的事情 他們也會跟我們每個講者說 你八月可能就要交一個 這個投影片的稿子 為什麼 因為就怕我們這些人 可能最後一天才來準備投影片 對不對 那萬一開了天窗 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一個有經驗 有效果的一個 這個專案的主導者 他不一定是管理者 他是一個主導者 他在帶團隊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了解 每一個人的心理狀況 人性的狀況 而不是只是說 對 大家一定會自主管理 我們當然都想要自主管理 我們不想把案子搞砸 可是我們會在前期鬆懈 可是他如果中間 有一些些這樣的一個監控點 至少 我還是不可能把這個曲線 拉成直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曲線還是不可能是直的 它還是一個平緩 平緩 平緩的一個過程 可是至少它比藍色的這個曲線 來得更高一點 而且更好的好處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提早去做檢查 所以他比較有機會 比方在這個C這一點 他還是沒做完 他心理上 他會開始有一個恐懼感 會覺得擔憂 對對對 那個里程碑快要到了 我一定要趕快多做一點 所以我們比較有機會 讓這個案子 或者不能說這個案子 這個工作 因為案子裡頭 包含很多工作 這個工作呢 有機會可以在D之前完成 而不是一定在D之後完成 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最後一天 才去問進度的時候 一定是進度可能是什麼 99點多 你再給我半天 再給我一天才能完成 可是你想想看 一個專案不是一個工作 一個專案 我參與的專案 有些專案是幾百個工作 甚至幾千個工作 如果每一個工作 都跟你Delay半天 Delay一天 那這個專案其實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深遠的 再來另外一個 常常碰到的東西是什麼 時間到了 公眾人員會說 其實你再給我兩天 再給我三天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改得更好 改得更棒 那你到底該給它 還是不給它 對不對 有道理啊 在三天 我或許可以把這個東西 弄得更好 對不對 因為它前面三天 可能浪費掉了 或whatever reason 那 在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生產 製造 或者是這個設計的過程中 其實有另外一個概念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 我們在這整個分數的累積 越到後面 這其實不難 大家可能都知道 越到後面呢 你要從整體的專案 共同去提升這個的分數 它後面的分數的需要花的時間 有可能是越來越陡的 那你如果呢 從專案 不是從整個整體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而是個別工作 個別工作的去提升 去額外給時間 去做這個分數的一個加分 有可能對整體分數的提升呢 的效果是越來越趨緩 所以比較好的概念是什麼東西呢 我能夠儘快先有一個全貌 我再來看到底哪裡值得去做微調 哪裡去做加分 因為當你有一個全貌的時候 不是所有工作 加分帶來的價值都是等值的 好這個概念可能有點抽象對不對 我舉一個比較實際的 我跟我Partner今年出了兩本書 1月出了一本 7月出了一本 那寫書的過程 基本上就非常可以去印證 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概念 什麼意思呢 出版社跟出版社的編輯 就像PM一樣 所以我在這兩個案子裡頭 完全就是工作者 所以這個矛盾 我跟編輯之間的衝突跟矛盾 也是一樣發生的 為什麼 寫完一個章節 這個編輯呢 會希望你盡快把每個章節寫好 趕快給它 我們會在每一個章節裡頭 想要反覆的去推敲 對不對 這個章節可以再多一點 再少一點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先把每個章節都盡快寫好 給我一個版本 好我們就照著做 寫了一個版本 他拿去做了整合 加了美工 做了排版 然後給我們看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會發現 你原來設想的一個狀況 整篇讀起來之後 給你自己的感覺又不一樣 原來你認為第一章好像很短 要再加一點東西 讀完之後發現第一章其實還好 反而第二章 你原來覺得perfect的一個內容 現在好像顯得有點頭重腳輕 你要再加一點什麼東西 第五章應該要減一點東西 不是全部都是加就好 減一點東西 某一張圖原來覺得解析度很差 可是其實它小小的在某個角落 看不清楚沒有差 可是另外一張你覺得很棒 搞不好要再做調整 所以呢你就會發現 把所有的工作整合在一起去看的時候 重點不同了 調整的內容不同了 加分的重點也不同了 那這個我相信這個概念呢 是可以apply在所有所有的專案上面 所以呢 我自己一直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在創意 甚至是一些比較開發性質的專案 我們有沒有辦法盡快盡快的做出 先把核心價值做出來 然後有時間我們再從整體的角度來看 哪裡可以調整哪裡可以加強 那可能在座有人聽過AGR 的一個專案管理的概念 這其實就是核心精神 對不對 只是AGR它有更多的手法 跟執行實現的一些規則 那可是核心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是可以落實在我們個人的專案上面 或者是我們將來去帶一個更複雜 更大型的案子上面 那這個概念其實都會能夠 對我們的工作有所注意 好再來我要談一個議題 也是很多這個 這個第一線的執行者 常常會有的一個疑問 說他們會覺得一個開發型的專案 或者是一個創意型的專案 他們覺得真的不需要管理 只要有個好的領導出來就好 對不對 有人在前面登高一呼 告訴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大家一起跟隨著 一起把事情做好 對不對 為什麼要搞那麼多凡文汝結 我們不就是應該把規則打破嗎 我來問大家 這兩個字到底差異在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 領導到底會讓你想到什麼東西 做一些你沒做過的事對不對 一個好的領導 他可能會帶你來做一些沒做過的事情 他可能會帶你去 這個 嘗試一些冒險 跳脫我們既有的這個思考 多做一些嘗試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談到管理 談到想到會是什麼 一致性 遵循原則 不便 把事情避免意外 降低風險 這兩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辦法共存 可不可能共存 該不該共存 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在所有的案子中都會發生 什麼意思 我們在個別工作的發想跟自由度上 我們應該要給予這個工作者很大的一個自由 可是在這個工作外面 我們其實應該要界定一些遊戲規則 這樣大家才有辦法真的自由 什麼意思 我就拿這一次PHP的大會而言 我們的這個講稿內容大會是沒有干涉的 對不對 他告訴我們有怎麼樣的一個精神 怎麼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來配合 我們來思考 我們來創造 好 可是 還是有很多遊戲規則 我們是必須要配合的 幾點要到 對不對 幾點要上台 你要講多長 這都是需要事先的溝通 界定 在哪裡 這些都是這個遊戲規則 你落實到專案上面 一堆人工作 黨名總要共同吧 版本控制總要有控制吧 怎麼樣做這個註解 對不對 要不要做註解 該怎麼做註解 怎麼樣讓大家看得懂 你其實要把很多做事方向 做事方法的這個框架 我們要把它界定起來 當這些東西被界定起來之後 我在我自己的工作這個中 我就可以更全心全力的去做我的事情 而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爭執 溝通衝突所花的時間 所以我自己的概念是 就算今天是一個創意比重 比方說我經歷過 最最最創意的是什麼 開發劇本 大部分的事情可能都是在發想 確實是需要一個好的 有說故事能力的導演 他來引導這一群編劇 編劇來發想 可是需不需要管理還是需要啊 大家討論的這個細節 是不是需要被標準的儲存起來 我過兩個月之後想要回頭來看 上一次發想的紀錄 我要去哪裡找 這個都是管理要去被 要去界定的遊戲規則 那你到後期 你要把真的一個產品做出來的時候 管理帶來的東西 或者是介入的這個內容 就更多更廣 可是我們一樣 還是需要有創意的人 站在前面告訴大家方向 這個故事不有趣 你應該要怎麼樣的調整 可是比重開始有一些不一樣 在上面的階段 領導力需要介入的多 管理力介入的少 下面的階段 領導力介入的少 管理力介入的多 那我相信在座的 我們每一個人參與的專案的複雜度 可能是介於這中間的 所以可能你需要有一個好的領導者 來告訴我們我們要去哪裡 可是同樣的我們可能也需要一些 類似PM角色的人 來界定遊戲規則 來跟推進度 來協助溝通 來處理一些其他的行政問題 這樣子執行者 我們每一個創作者 工程師 才能更focus在我們想做的事情上面 好 那我另外很想分享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在任何的一個專案中 假設有PM這個角色 你也可以拿我待會要談的東西 回頭檢視一下 你自己暗之中的PM 有沒有好好扮演這三個角色 或者是你自己是PM 或者你將來有一天 有可能扮演PM這個角色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我有沒有可能在這三件事情上面 去強化我的能力 因為也有一些 我自己也接觸到一些工程師 他直接升了當PM 他認為我的責任就是去幫團隊 繼續把事情做好 那是其中一塊 那當然毋庸置疑 可是我們也要給他很多的方向 幫他處理一些後勤問題 這個才是PM能夠扮演的一個價值 好 所以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呢 我覺得PM他應該要扮演團隊的一個API 什麼意思 大型的系統對不對 你都會有一些接口 可以跟其他的複雜的系統來去接接 我覺得呢PM 基本上他在一個案子中 他扮演的角色 就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個橋樑 你一個專案中可能會參與 假設這個案子很小 一兩個人 那當然你要溝通的這個途徑很少 可是通常大一點的案子 我可能對外會有客戶 對上會有老闆 我是開發一個東西 甚至可能有好幾個不同的部門參與 可能有軟體 可能有硬體 對不對 可能有外包商 甚至可能還會有這個其他的使用者 對不對 如果你開發的是一個產品 不是代工對不對 你可能還賣給一般的這個customer 都有可能 大家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訊息 在這個案子的進行過程中 彼此拉扯 老闆想要更便宜 想要更快 技術人員說做不出來 或者是說一定時間要再加長 怎麼辦 你不可能放任老闆跟技術人員 在那邊吵來吵去 那工作誰來做 這其實就是中間這個API 他要去扮演化解的角色 他可能要想辦法找到一個solution 甚至是要去平衡兩方的一個利益 的一個衝突 讓這個案子 讓這個方向 能夠被繼續往前走 繼續這個走下去 所以這個職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人會說把Pier拿掉啊 不重要 可是拿掉之後 你就要做這件事情 老闆說欸 進度怎麼樣 我給你看 能不能快一點 然後花很多時間去討論 對不對 可是這個不單單專案 只有我一個人的工作啊 我家壞了搞不好後面會影響到後面 甚至是後面沒有人做 這些事情其實都要有人 甚至一個團隊 在後面去處理去協調 對不對 那我這邊剛剛有跟大家講到 你至少他要去串接這幾種角色 老闆客戶 商業面的人 有些大的公司 有Sales部門 對不對 Sales部門會對專案施壓 PM某種程度是第一層的防火牆 而不是讓這個壓力直接 掉到這個技術人民的頭上 所以他其實是整個專案的一個保護傘 各方面的壓力來 他做第一層的緩衝 就像這個車子的避震系統一樣 他是中間的那個彈簧 我打 我甚至是能化解那個力量 不要讓所有的力量全部都施壓過來 這樣子下面執行的團隊 才會有一個更寬廣的時間區段 更寬廣的空間去發揮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 在這個API的角色裡頭 至少他應該要做到兩個層面的事 第一個就是進行各類的協商 這些協商其實在專案中 參與過的人都知道 專案其實大部分的問題 其實有一半都是人的問題 對不對 我做好了 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了 別人做不出來 或者是我交給他的東西 他覺得有漏不夠 要我澄清或者要幹嘛的 這有太多太多複雜翻雜的問題 可是就需要這樣的一個角色去處理 去澄清 老闆希望要快一點 對不對 更省錢一點 那PM可能就要去跟他談判 有可能更快一點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的人力全部都不足 如果你能給我們什麼資源 或許我們可以怎麼樣快一點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談判交換的過程 而這個談判交換的工程 有時候很花時間 那如果說我要把我的開發的工作放下來 那這個很可能就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PM的這個工作呢 就在於保護下面的開發者 再來 進行工作流程的平衡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拼命搶快 就一定有效 有可能你後面會遭遇的問題更多 對不對 你說我這個不要寫任何的這個 我程式開發過程 不要寫任何的註解 我決定能夠加快時間 可是後面流程的你就慘 出了問題要debug的時候 如果不是自己做 別人接手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PM這個角色 就要去設定整個專案 從頭到尾的遊戲規則 誰跟誰的銜接 工作介面怎麼樣的交接 工作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能交給下一手 尤其是這個專案 是公司裡頭常態在進行的專案的時候 這類遊戲規則的設計 就更顯得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遊戲規則 每一次都是自己大家來摸索 其實對工作者也是很痛苦 對不對 最好你告訴我檔案應該要存哪裡 怎麼存我就follow 我就可以專心做事了 可是如果我還要每一次去跟大家協調 說有人來問我你的檔案到底在哪裡 我要跟他解釋 你怎麼樣編碼 怎麼樣命名的 怎麼樣取什麼變數參數 那其實是很花我的時間 可是這本來就應該是整個專案 開案前有一個團隊 有一個人把這些遊戲規則 界定清楚該做的事情 那再來呢 專案進行中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同時在進行 好 那這個就像兩軍打仗一樣 古代對不對 兩軍開始交戰 我每一個士兵我只看得到我眼前 我只看得到我眼前的敵人 我看不到整個大局 可是其實要有一個人 他幫我們看到整個大局 目前做了什麼 完成了什麼 接下來什麼事情會發生 哪裡可能會有資源的衝突 我能不能預先去協調 而不是等到明天要開始工作 我才發現 兩個工作都需要同一個人 根本不可能做 兩個專案都需要同一個人 這根本不可能開始進行 對不對 所以 像我們當時在做動畫跟遊戲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堅持 PM一定要有一個全貌的schedule 什麼叫做全貌schedule 我大概用這樣一個簡單的範例 給大家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這個旁邊有切到一點點 那個色是角色 角色 然後景是場景 下面呢是整個主要 這是以一個動畫為例子 它其實會有一個主要的生產的主軸的工作 比方說可能要做所謂story ball 什麼是story ball 大家可能看過一些電影的那個 這個幕後花絮 對不對 你可能會看到導演用鑛筆在牆上畫很多漫畫 一格一格的 那個所謂的分鏡圖 就是告訴後面的執行者 這整個故事到底要怎麼樣展開 所以會有一個所謂的分鏡圖 然後會有這個格子人做表演 最後才逐漸逐漸的精細的過程 然後呢 前面你還有很多前置的準備 像動畫 你要把所有的角色的3D模組都做好 場景的這個3D模組 甚至還有很多道具 所以實際的專案其實比這個複雜的多 那把這樣的展開之後有什麼好處 每一個工作其實我們都會規劃 特定的一個人數 特定的人幾個人 有可能是一個人 有可能是多個人 然後呢 我們就會很一目了然的看到 會影響到專案完成時間的一系列工作 到底是哪一些 我們可以把最優秀的人 安排在這些工作上面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處 你在專案進行中 有可能會發生問題 對不對 比方說角色A的第二個工作 原來認為是可以很快 可是進行到一半 發現它會比預想來得更久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影響 它其實會推動我們整個後面 這個實際這個production 能夠開始的時間 那我們作為PM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它對於整個大局的影響 每一個執行的工程師 我們在那個公司叫Artist 他們只是買手於自己的工作 他們不會去想說 我的工作的delay會影響到誰 可是我們得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得要趕快去分析 這個影響對於整個專案 會有多大的衝擊 會多花多少的錢 誰可能會跟其他的專案產生衝突 我們可不可以趕快先去化解 先去排解 先去協調 那我自己參與很多專案 複雜度不是這樣的 你們會覺得 這就幾個案子 我一眼就會看出影響 可是我自己參與很多專案 複雜度是這樣 這是什麼東西 畢卡索的話嗎 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專案的規劃 只是我們拉到很遠的角度 可是你逐漸逐漸的放大 你會發現這每一個格子 其實都是一個專案的工作 而且這些專案工作是相互串聯 彼此影響 任何的一個delay可能會影響到後面十幾 甚至上百個工作 可是你說作為一個PM 我完全不知道現在整個大局的變化 我只知道有人在做工作 他們陸陸續續在完成 那這個PM是不合格的 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這些超前或者落後 到底對整體的一個影響 那我就沒有辦法預先去做協調 我就沒有辦法好好扮演一個API的角色 可是一個PM 他應該要能夠看出這些東西 他應該要能做這些分析 他應該要事先能夠去各方去協調 對不對 萬一一定會delay 我搞不好趕快跟老闆去解釋 對不對 跟老闆要求這個時間的展延 或者任何其他的一些處理 好 所以呢 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類似這樣子的一些分析 這個表有沒有大家看得懂 藍色這條線代表什麼 現在 對不對 今天到今天到底目前做了什麼 藍色那條線的左邊代表什麼 過去 對 過去發生的事情 哪些工作已經做完了 右邊呢 代表未來 非常正確 代表未來 所以我就可以去預估 在我目前專案的順利跟不順利的狀況的影響下 對於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 下面這個黃色的這個桿子 有沒有人猜出來它是什麼 它是原始的計畫 所以我做一個PM 我馬上可以看到 喔 我現在這個專案 因為幾個工作的delay 所以我目前專案可能會差一個月完成 這可能是大事 對不對 我做一個PM 趕快就要想辦法 我有沒有辦法調度資源 我有沒有辦法整合工作 我有沒有辦法把某些不需要做的事情拿掉 我有沒有辦法趕快找老闆協調 你有太多的事情立刻就應該做 而且立刻就可以做 那這是PM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第三個工作是什麼 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統一做事方法 專案裡頭人越多的時候 很多的爭執其實就是怎麼一起工作產生的 大家聽過一個字嗎 一個字 商 一個火 一個商業的商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測量亂度 對不對 一個單位 例子 放在一個瓶子裡 打開 香味 比方說它是一個香水 打開 香味會四散 對不對 它的穩定性會越來越亂 專案裡頭 當人越多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們會有各式各樣的爭執 各式各樣的衝突 就需要有一個人施加外力 幫我們把這整個方向統一 做事方式統一 確保大家走在同一個方向上面 很多年輕工程師都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鬆綁規則 給大家很多自由度 甚至我聽過很多PM說 我們要來導入Agile 因為Agile不用寫文件 我想才不是這麼一回事 它還是有它的遊戲規則 它的做事方式 它還是要確保大家統一語言 統一這個流程 統一原則 你才能落實下去 佐額觀 專案觀的手法都是一樣 你掌握那個精神柱了 遊戲規則可以根據 我們的團隊的狀況 專案的屬性來做調整 可是不能沒有規則 沒有規則 反而大家無所適從 我記得小時候寫作文 我最痛恨的題目是什麼 無題 我寧願老師給我任何的題目 我可以在裡頭自由發揮 可是老師說沒有題目 你自己隨便寫 最痛苦 專案也是一樣 我寧願有一個單位 它告訴我 我該怎麼存檔案 怎麼命名 我該怎麼交接 我應該做到什麼程度 我應該怎麼填工實單 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標準的工具 讓我用 很好 我在裡頭可以自由地做我擅長的事情 都沒有 你自己去找 你自己想 你自己去跟隔壁的人協調 那個太辛苦 太痛苦 而且呢 你去看看 世界上最有創意的 最需要創意的專案是什麼 我覺得是手術 什麼意思 不管前面做的再密集的檢查 刀子切開來 你會發現 哦 跟原來預想的不同 這個時候怎麼辦 麻醉師跟護士跟手術醫師 當場來吵嗎 不是那麼一回事 手術室裡頭 有非常嚴格的遊戲規則 誰該聽誰的 誰該做什麼事情 誰該做到什麼程度 什麼樣的手勢 什麼樣的話語 什麼樣的術語 代表什麼意思 都有非常明確的界定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種案子的變動性太大 一旦跟預期不同 大家馬上要有一個共同的做事方式 才能讓事情接續下去 反而不會是說 哦 你們大家自己去發揮創意 那個麻醉師自己做自己的 護士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 醫師自己做自己對的 不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病人一定會死掉的 那專案也是 好 所以呢 最後我來幫大家總結一下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議題 就是呢 我不覺得這個創意跟專案管理 彼此是衝突的東西 你要有一個好的創意 好的開發 管理其實是旁邊輔助的 一個重要機能 那這個重要機能 要能夠被落實 批驗自己當然要有自覺 不能覺得說我 就只是一個拿鞭子的權威者 那是不對的 也不可能 因為我拿了一個鞭子 創意或者是開發 就更順利 相反的 我是一個協助者 我協助什麼東西 我協助去解決團隊很多的問題 溝通上面的問題 我來當防火牆 我來幫團隊去跟其他人去協調 可是我要協調 我要看到大局 所以我勢必要收集一些資訊 好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在座 如果是工程師的同仁 能夠理解 很多時候 PEA要收集這些進度資料 他為了要看到大局 對不對 他為了要了解到底哪裡 可能接下來會有一些漏洞 他可以先幫大家去做溝通 所以這是一個必要之二 可能要甜甜供食單 可能要看看這些進度的回報 可能要寫一些註解 可能有很多一些檔案的命名規則 或者一些其他的規則要follow 可是這其實是為了大家好 第三個重點是什麼 這些規則界定起來 我就可以更focus的 好好做我的事情 避免干擾 減少溝通的需求 減少爭議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其實一樣 對長期而言 也是一個對自己好的事情 那最後最後分享一個概念 如果你在做的是想要創業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在我們最近書的書裡頭 有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最小戰鬥單位 我要好好的把案子做順利 其實我一個團隊頭 應該有三種角色 工匠 能夠從無到有把事情做出來 行腳商人 了解市場叫什麼的人 還有一個總管 就是類似專案經理 在後面協助大家去整合 提供後勤資源的人 那很多創業者 尤其是我自己看到 很多網路創業的團隊 因為我們這幾年 接觸很多這樣的朋友 他們其實是很多工匠組合在一起 三個工程師 大家組一個團隊 開發能力真的很強 可是對市場溝通的能力 有時候比較弱 對於整個協調跟管理的能力 也比較弱 這樣的一個團隊 其實長期而言 是會吃虧的 所以建議大家 你要想辦法把你自己團隊的 這三個屬性都去補強 能夠補強 我覺得在後續的 不管面對任何案子 都有能力去接受不同的挑戰 好 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只能很簡短的 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比較重要的概念 如果大家對專案管理這個議題 有興趣 也歡迎可以到我們的部落格 後續可以再有一些交流 我們的部落格名稱叫 專案管理生活思維 www.projectup.net 如果你記不得 你在Google上面打專案管理 我們大概也會出現在第一頁 或至少第二頁 好 那最後呢 就謝謝大家全場的聆聽 謝謝大家